新春佳节,首先祝全网的好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那上一期节目的结尾呢,我说又有了新一轮的焦虑 其实大家也能够猜出来,无非也就是担心天气不好 其实越到年和节,我们越应该提高谨慎,保证安全 咱们还是跟以往一样,来接收一下最新的气象分析图 来看看到底会是怎样的天气 大家看这个船位,处于两个低气压中间 这个船位就是过年当天我们的船位 它是从两个低压中间这样穿过去 过年当天就在这里 我看这次这个气道公司也是拼了 要想负就得走险路嘛,就得穿两个低压的中间 我看了一下,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只有这样 目前看起来天气还是不错的 那趁着天好呢,我们赶快处理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航行灯的主围灯 这个就属于登高作业了 是要按照工作流程以及检查清单来做事的 首先就是要进行风险评估 那评估值是低风险的话呢 还要做一个开工的许可单 相关的负责人员签字 最后船长签字批准 获得了许可之后才能够开工的 都准备好了,就开始干活了 执行作业的这位水手兄弟 他在爬上去之前就跟我说 说船长,您这次能不能别拍到我的脸呢? 我说这是为什么呀 他说我家人都是您的粉丝 我怕我媳妇看见了之后会担心 我说可以啊,我说没问题的 我说不会拍你的脸,你放心好了 我说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句 如果拍屁股的话 更容易被人家认出来的 这虽然是调侃吧 其实我心里是很感动的 船员呢,他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家人 而不是他自己 所谓的岁月静好 不就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吗 所以媳妇们呢 咱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按一下暂停 把这一段跳过去 好不好 今天是除夕 这个就是我在驾驶台的试拍 大家看这个海况 还是可以接受的 船也不摇哈 因为没有泳 有一点小浪 不过这点小浪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了 所以今天晚上聚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给大厨的帮厨工作 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一点半 有很多人给他帮厨 到时候呢 我们拍一拍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年夜饭 到底吃什么 还有一个好消息 蔡小孩今天提值了 大家看这就是蔡小孩 他是从见习三富 提值为正式的三富 他从毕业之后啊 上船到现在 这个应该是第二条船 那第一条船呢 他就是甲板实习生 就跟小林一样 甲板实习生 这个是必经的一年啊 只有你海上的资历 满一年才能够换证 然后就拿到了三富证书 拿到三富证书之后呢 他又上船来了 就是做见习三富 他干了多久呢 他干了三个月 就被提值为正式的三富 那这个从见习三富到三富 这个时间啊 提值的时间 那就看个人的能力和境遇了 那蔡小孩呢 是算快的 上一任的二富 那提值是更快的 我们上一任有两个二富啊 一个是大陆的 一个是宝岛台湾省的 那大陆的这个二富呢 也是在船上提值的 就去年 他是从三富提成二富 这孩子才24岁啊 年薪就40多万了 那另外那位二富也不含糊 29岁 现在已经上船了 他现在已经是大富了 那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这都是人才啊 他们可比我当年强多了 哎呀 我想想我24岁的时候 正干啥呢 好像也做三富了吧 不过我们那时候挣的少啊 远远比不上现在这三个孩子 他们仨是直接把我给拍沙滩上的 那蔡小孩呢 现在主要是负责曝光文件 以及协助我来做一下 体系文件的维护和管理 安全设备这一块 是另外一个三富 大家熟知的胡老师来负责 胡老师还兼具有另外一个职责 就是带徒弟 实习生啊 见习三富啊 等等 全是交给他来带 所以呢 他叫胡老师 那下午呢 我也要去厨房 我也要去帮厨 和大家一起准备年夜饭 当然了 顺便还要检查一下水龙头什么的 也是比较忙的 所以呢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再次给大家拜年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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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